大家好 歡迎收看東網期趣節目 我是Yammy 電影《珠羅紀公園》中 主角在信猛龍爪下拔足逃命的場面 令人印象深刻 澳洲北約黑角半島 有護林園團隊親身體驗到類似情景 猶如震實扮珠羅紀公園 以下去片看看吧 這個團隊日前開車經過熱帶雨林時 以外激怒了號稱地表最危險鳥類的學徒 被揭移不捨狂追一公里 因為學徒體型超巨大 外形神似史前動物 整個過程驚險萬分 護林園衛醫生分享 他是第一位被追的人 當時他與可見的學徒對望了8分鐘 直到同事找來 才一起駕駛四輪電單車逃跑 學徒見狀追上 片中可見 學徒全速緊追在後 奔跑速度快到驚人 像信馬龍一樣 在崎嶇地形跳躍之餘 直到他改追另一輛其他護林園開的越野車 威爾森二人才得以脫困 不由感嘆 是一生難忘的經歷 學徒有青食火雞 屬於大型瓶胸鳥類 亦是兒苗近親 他有藍色羽毛 上眼金黃色 巨大鳥嘴 以及十零米長 鋒利如匕首的紙爪 學徒領域意識和攻擊性極強 一約可以超過1.5米高 受驚時可以以高達50公里時速 在茂莫森林撤逃 藉由踢腳結合利爪 足以將裂蜜開堂破肚 網友都認為學徒相當客人 祖先應該是恐龍 又形容遇上他 好像回到史前時代一樣 好了 今集講到這裡 多謝收看